台灣燈會呢 除了這次主辦是在台南之外 其實台灣很多地方呢 都有辦他們地方性的燈節燈會 所以台北也有對不對 台北也有 就是在西門町 這次有辦台北燈節燈會 那我們現在在的地方呢 是西門町嘛 但是要去看燈會的話 現在天台有點亮 對 先逛一下西門町 我好喜歡西門町喔 你很喜歡嗎 很喜歡 很好逛啊 這是年輕人的地方耶 是 你有來過嗎 喔 拜託 什麼意思啊 我跟你講 我是從小 泡在這長大 真的喔 這是你的地盤 是桃園人嗎 桃園人就是有時候會跟朋友說 我們今天要不要去台北西門町啊 對 過個那個板橋 然後再來到西門町 以前西門町呢 最著名的是這邊有非常多的拍貼機 拍貼機 拍大頭照的 那時候是不是日式的 對 很日式的 現在變成韓式了 沒錯 然後呢在西門町有很多什麼 蓋庫家族啊 然後呢店員都長得超帥的 對 我現在做得好醜喔 我真的懂 怎麼樣 我們今天不是就是要懷舊一點嗎 我們要來懷舊 我們要來回顧一下西門町的一些歷史嘛 好不好 它一直變對不對 一直變 我們現在走在的地方呢是 也是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來的地方 叫做美國街 美國街 那 我有印象有來過 然後很多服飾店 對 超派的什麼的 因為這邊呢 之前有非常非常多的台灣的自創品牌 欸但我們要聊一下那個西門町 你有什麼樣的回憶 我跟你講那個時候呢 台灣有兩大最知名的團體 一個叫做POPPULATING 一個叫做STATION STATION 都是過氣的 欸 過氣也過去了啦 對 過去了 那時候在西門町辦那個 前場會 前場會 對 很厲害嗎 那時候不敢 反而不敢來 為什麼 太紅了 對私底下不敢來 現在我走在路上沒有人在乎 那個人 那個誰 日本人耶 對日本人耶 根本沒有認出來是前男團偶像 我走得很自在 還可以用跑的 你帶我去逛你喜歡逛古卓店好了 古卓店好耶 對啊 去古卓店 我們就是互相挑一下衣服 你之前有幫女生搭配過衣服嗎 好像沒有 但我一直都有幻想這個夢想 你好變態 你為什麼要幻想幫女生換衣服啊 就是我的另外一半是 你的穿著是我喜歡的樣子 你最理想的樣子 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會 古卓派的 真的嗎 可是古卓就沒有辦法很性感啊 比如說就是胸部很大 會很長 那漏不出來的啊 就是要反擦 你白天穿得厚厚的 然後晚上脫光光的 脫下來的時候 喔 驚喜 這個有這個 反擦才會開心啊 對不對 所以平常的要反擦感 反擦感 好那等一下 這裡這裡這裡 喔 調滾骨灼 這個路 這個路 載到 輸到就不會 不會進去耶 哇 這看起來很酷耶 有喔 這個畫得好開心喔 當然開心啊 你已經 確定一件了 我想要買這一件耶 這件很好看 今天任務有那麼簡單嗎 今天不是帶兩位來購物嗎 不是 要介紹好店 探店啊 對不對 探店 介紹對 好店 對 沒錯 他有任務啊 今天的任務就是 你們要幫自己穿搭 小K是嗎 彼此穿搭 我要變成豐田女朋友 所以我要 所以我要 我要想 他的穿著對不對 你的穿著 對 說他要買下贏的那一套啊 他評審是誰 評審是我們的 大家 美麗的電源 美麗的電源是 我們比賽的評審 好 計時 開始 十分鐘 十分鐘 軍裝 我比較喜歡這種 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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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豐田平常已經穿得非常好看 如果沒有超越他平常的穿著的話 不一定是輸的 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最帥最強的上衣 你現在很想推薦給豐田穿的 你直接問店員 我沒有 我是問他說我想要拿一件外套在哪裡 有耶 這件很帥耶 好 那種飛行甲 對不對 然後他要這麼高 穿著有點挺拔 好 那我就用這件去當基底 這邊好 這邊好 有FU 好難喔 我真的很不舒服 這個要給點時間 好多 古桌好好玩喔 好多 很特別的衣服 好喜歡 褲長 你的腿多長啊 很長 我知道幾公分 大概110 120 110啊 113的 110的 好難找喔 其實說真的 這邊 太多選擇了 對啊 等一下我要瘋了 10 9 8 7 6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剛好T恤先出來 然後我再 我下半身 下半身也有 我的很簡單 你不用 我不用告訴你 你也知道怎麼穿 好 這就是很你喜歡的襯衫耶 這很你耶 如果等一下我要幫你付錢 那這些我可以帶回家嗎 哈哈哈 欸你好聰明喔 那我先 你先去吧 不是 我跟你講 它贏的話是很合理的啊 因為它最擅長的就是什麼 古桌 Vintage嘛 對不對 我又不常去逛古桌 我先打預防針 哈哈哈哈 我們已經穿搭完了 如何 呃 怎麼樣 我覺得 先我介紹我的 對我幫你穿搭的就是 因為其實你就長得好看 男生呢說真的 身高高條件好的話呢 就不需要太多其他 多餘的東西去修飾 隨便穿隨便好看 沒錯 沒錯就是要看人穿了 但是呢今天我還是幫你搭了一個 有點 呃 美國大學生的那種 襯衫的感覺 有有有 感覺到 我知道你很喜歡比較寬的牛仔褲 對 對 包圈很寬的 因為在這家店裡面要選到可以 你使用的褲長 真的不妥 好不容易耶 對 找到我的長度的 長度剛剛好對不對 對 然後呢美中不足就是這個 外套可能少了一點點而已啦 其他都是我覺得超好看的 超好看的 是不是我上半身看起來很壯 哈哈哈哈 看起來很挺巴 很挺 這一件好看 嗯 但尺寸 如果尺寸對的話 對的話一定是好看的啊 你覺得整套呢整套 整套我看一下自己 不知道就是 你現在呢 忘記你是一個日本人 對 因為有人講話呢 會比較委婉一點 對 你直接一點 跟我說喜不喜歡那套 我是美國人 我不喜歡 哈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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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 這個襯衫就是 我一看到就想到你耶 不知道為什麼 你很喜歡私底下的衣服 就是這個 這種 條紋的衣服 超多件都是 我剛剛一走進來我就說 那件我想到 很明顯 但大家有看出來我的心機嗎 因為如果等一下輸的 不是要付錢嗎 這些都是我的Size 哈哈哈哈 對 你這個 脫下來穿好像你剛剛好耶 超好看的 對 會穿古著的女生有一個 憧憬 很喜歡那個女生 所以我就把我的幻想 呈現出來 對 因為下面就是很 很像那個日本的 夏北哲會出現的那種 復古復古的裙子 欸不是夏北哲講出來 就是夏北哲風耶 夏北哲風 夏北哲風 上面你 你配的是 是日本高中制服喔 是真的有這個高中 對 高中 然後他的姓叫 姜頭 姜頭小姐的衣服 那外套外面套一件這個 這是古著很會常見的 M65的內裡對不對 好專業 M65 對對對 一個一件那個外套裡面的內裡 外面硬要配一個這個 同年 章魚燒師傅 來 いらしゅみますえ いらしゅみますえ 你飄的好胖喔 你飄的好胖喔 你飄的穿這個 而且 我現在 熱到爆炸 你知道嗎 他裡面這個也是他搭的喔 好 以上 都是我們的穿搭 來 我們要請我們的評審小溫 小溫 我們兩位幫彼此的穿搭如何 相較來說 還是比較選這個 因為這外套是我選的 哈哈哈哈 太主觀了吧 沒有沒有我們要 我們要 客觀 客觀的 對 因為最後輸的人呢 要幫對方買單 所以這個決定很重要 好 過年了 我們的紅包錢都包出去了 好 最後 勝利的是 這個 這個 輸了 妳贏了喔 我贏了 所以 所以妳要幫我這套買單嗎 對啊 可以耶 真的 可是我比較想要妳身上的外套 妳要不要穿看看 試穿 自己試穿 好我選 我覺得 這個都脫掉了 脫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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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盤子耶 這樣是 笑死剛剛好 哈哈哈哈 要X喔 哈哈哈哈 這很明顯是妳的尺寸耶 欸 超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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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選這個 哈哈 欸欸欸欸 這蠻搭的好像蠻搭的 這樣好看耶 這樣那妳就可以 那個標 妳可以幫我買這樣一套 喔可以啊 可以 可以啊 妳可以真心一點笑嗎 真的真的啊 哈哈哈哈 這個外套真的很適合妳 真的好好看 對 對我知道很適合 哈哈哈哈 還有襯衫 對還有襯衫 這是妳的襯衫 好那謝謝小溫 小溫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最後這一回合是 雨傘獲勝 輸了 賺完了差不多外面應該填黑了吧 唉唷 要去看那個燈姐了嗎 看燈姐 唉唷 走走走走 妳先接付錢 先付錢 喜歡今天的推薦嗎 想看到更多的幕後花絮嗎 趕快掃描QR Code 最終今天推什麼YouTube頻道 有趣影片不要錯過喔 你們還想看什麼呢 記得趕快跟我說 好嗎 這晚年的重頭戲呢 就是元宵節 是的 那在台北的燈姐呢 有分三個展區 有三個 對然後我們現在在的地方是北門展區 你看後面 有 這個著名的地標北門 然後呢這次燈區有分三個 就是現在這個北門展區嘛 然後在中華路一直延伸下去 有一個中華路的展區 範圍好大 對然後另外一個是西門展區 西門展區 在那個六號捷運站出口 就是很熱鬧的地方 對感覺很熱鬧 會熱鬧 然後像我們看到後面這個北門 它晚上會有光雕秀 光雕秀 會偷你的場面 等一下會light up 對很漂亮 漂亮漂亮 而且我旁邊看到有一個 嘿 對 那個就是來自日本的 國際美育女藝術家 是 小松美育 她超有名 超有名 試試認識 我知道她 因為我之前有關注她的IG 她作畫的時候超神的 很厲害 聽說我沒有看過她的本人 也沒有看過她的政治作品 所以很期待 我們去看一下 好 走 今天推什麼啊 今天要推的是台北登捷的九小龍 可是呢 我們的雨傘呢 你怎麼騎這個 停車 可以停車嗎 停車 走了 九小龍 超可愛的 超Q耶 這個是這次台北登捷有設計那個九個吉祥物 九個 對 看到很多 超級可愛的 然後在台北登捷展出的時候呢 這九隻會在路上穿梭在台北的街頭 然後到時候它會發亮對不對 它會發亮很漂亮這樣子 然後呢記得大家看到九小龍的時候 會把手機拿出來跟它一起合照 就可以幫你今年龍年帶來好運了 讚喔 那這個一般人可以騎嗎 欸不行 不行 不是 剛剛是特別傷勤然後才讓我坐在裡面 唉唷 騎那個大概十公尺 有那麼遠嗎 也沒有 有有差不多 這真的很可愛耶 幫我拍照 幫我拍照 幫你拍照 欸機會難得可以坐在裡面 這個 真的滿Q的 每個地方都很好拍 可以嗎 妳被吃掉咧 我被龍吃掉了 被龍吃掉 滿Q的我覺得 滿可愛的 住得來嗎 那我們就自己去逛囉 好 那我們就繼續逛 好 拜拜 欸 爬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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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腿這麼長 為什麼不是你進去 他 還好吧 他 他沒事 沒事 走 去旁邊逛 去旁邊逛 哇 燈亮起來了 超好看 好 很美耶 欸 這可以開 雨傘 過來 燈亮了 好漂亮耶 燈漂亮 等一下好好就是 清閃一下這個燈 但是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說 什麼事 他剛剛在幹嘛 為什麼不早點說 為什麼 現在才發現耶 我們來看那個110公分 可能是120公分的腿 騎三輪車會長什麼樣子 欸 很可愛耶 龍臉 欸 你看你膝蓋會撞到 借過 借過 九小龍來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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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大台了啦 我大拳喔 借過 借過 你要去哪裡 去哪裡 去哪裡 欸 我們還沒拍完啦 這次台北燈節在北門展區旁邊有個非常漂亮的燈座 是來自日本的當代藝術家小松梅宇的作品 那今天我們邀請他到他本人來到現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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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非常漂亮 老師非常漂亮 而且老師他非常有名的是在現場作畫 是很漂亮很精彩的 然後因為我本身是斜綱藝術家嘛 有研讀了一下老師的作品過 然後我知道那個 這個米娃桑之前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很關於神獸 然後呢 但是也有很多龍 可是想要問米娃桑為什麼這次會選擇這一服在台北燈節做展出呢 這個作品是誰也成為龍 但是 劉獲員和台北市的大家 一起選擇 這個作品成為龍 還有龍 因為今年是剛好龍年 然後這個作品叫誰都可以成為龍 然後就很符合 然後他們就討論之後 欸這個這幅畫最適合 真的而且超級漂亮 很漂亮 然後這是策展人也有把這個 那個米娃桑的作品呢 變成像燈箱一樣的展出 對 這個全部都是一個瀑布的意思 大家就像滴上滴 這是鯉嗎 這是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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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晚上爬 鯉鯉這樣子晚上爬的感覺 對 超級漂亮的 因為這次設計還有前後 還有加了像鏡面反射 對 對 這樣看起來 然後滴上滴 它一個是360度可以看的景色 然後它自己想像的是一個很像瀑布裡面的感覺 所以是感覺是進到這裡面 整個人會被這個祝福禁滿 對 對 哇真的很漂亮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來到北門展區 一定要跟米娃桑的作品拍一張合照 欸這裡真的很好拍欸 真的超好拍 超美的 其實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沒有流出的曲子 就是音樂 因為今天拍攝的關係 沒有放那個音樂 但是平常都是它就是現場 然後那時候也會放一個音樂 然後到時候可以 這邊也會放那個音樂 所以可以用五官感受一下那個氛圍 我覺得很開心 會一定很好玩 會一定很好玩 誰也會變成龍 所以這也是還會變成龍 所以每個人都變成龍 所以龍就是自己 喔 不要以為一直找龍在哪裡 不是 是你就是我 你一進來 你一進來這個瀑布裡面 你一進來這個瀑布裡面 感受一下這個 你就變成一條龍 你原本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小小的鯉魚 但是你進來這個地方 你就變成一條龍 只要你有心 好有意境喔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 翱翔在天空的人 對 然後就很正面 然後一直 努力向上 向上的感覺 很棒欸很正面欸 真的在這邊可以感受到 滿滿的能量 有意境 好棒喔 那這個丸子是誰 那個圈圈的是什麼 眼睛 這幅畫其實是不是 原本的畫作 從中間對折一半這樣子啊 原本的畫作 原本的畫作 是這個所以這樣 是這個 這 這幅畫 這樣子嗎 啊啊啊啊 這樣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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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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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對… 這個又要幹嘛 你現在的作品是在半部分嗎 對… 對… 你猜對 對… 它原本是一個很大的一幅畫 然後把它這樣子折 所以這樣子看是完整的一幅畫 對…折完然後這樣子 現在看到的是這個畫面 懂嗎 懂…有 有點懂 所以要看的時候是這樣子看 對…這樣… 真的 真的 就可以感想 對… 搖搖 這樣… 就躺下看會比較好 躺下看 會不會… 這個寝軟著看嗎 怎麼會這樣 寝軟著看 可以… 可以… 我第一次看到 真的嗎 真的 好漂亮喔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感覺我是龍耶 有… 有… 這個你直接進去那個世界裡面的感覺 對… 因為你的世界是滿版 你的天空就是這隻龍耶 超級… 這個… 寝軟著看著 這個… 你… 一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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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青春喔 真的耶 好… 好… 雙樣… 雙樣… 這個…這個畫面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如果到時候可以這樣子拍照 但是如果人很多的時候 進來那先不要這樣啦 可能會妨礙到別人 對… 人少的時候 對… 搶先看喔 到時候來這邊的時候還會有 那個… MIWA桑當時作畫的音樂 音樂 對 來…我們剛剛看完那個北門展區嘛 對… 然後現在我們在這個中華路展區 哇…這邊整條路上都是燈耶 整條都是燈 然後這個現在看到的這個光廊 光廊 用光做的走廊的概念 感覺那時候人很多人漂亮 蠻適合求婚的 很多燈 那麼浪漫 浪漫耶 哇… 前面上面的天牆好漂亮喔 欸… 有很多燈籠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好可愛… 很像有一個隧道 好漂亮喔 燈籠做的隧道 喔… 好漂亮耶 喔…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上面有一些畫 哇… 超漂亮喔 欸… 這個值得拍照 真的 而且這些都是感覺是小朋友畫的那種 對… 這是小朋友的創作耶 因為… 因應龍年的創作 對… 好可愛喔 有看到嗎 有寫 福星 福星 福星嗎 因為這個橋的旁邊就是福星國小 對…福星啊 然後旁邊有一個西門國小 所以這應該是他們小朋友的創作 國小生的創作 而且到時候感覺人… 這邊都是人潮 對… 人很多人 感覺很熱鬧 好棒喔 好喜歡喔這個氛圍 妳要不要跟燈籠拍照 可以耶 隨便拍隨便好看耶這個 傻眼 新年快樂 有耶 我覺得可以 妳可以用這些照片去當相親照 履歷就說 我很會拍照 會拍 妳會拍 會 很會拍 欸那我們下去看那個啊 前面有一個很漂亮的燈 欸 下面還有一個 哇真的整條都是很長耶 超長的 我們走過去看看 好 好 EVO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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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幹嘛 Rapping Rapping EVO耶 跳太久了… 跳太久了… 你… 你… 武力全開 對這個名字就 武力全開 就是用很多舞蹈動作 做出來的燈 對 很可愛 超可愛的 而且要特別準備了這個地板 喔 是滑板耶 欸 對… 截頭風 很可愛 這個很可愛 像一個拱門的感覺 對 然後這邊可以拍照 就是可以擺一些很奇怪的姿勢 你先擺一個 奇怪了 舞蹈動作 我真的不會跳耶 你真的是才能… 身高擔當 我真的不會跳舞 女團嗎 女團嗎 啊 會喔 最後的 對啊 有… 我要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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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扯了 太扯了 欸 還沒看完 前面那個好漂亮 後面也有 後面還有 我們走進去 可以走過去 很可愛 很漂亮耶 你幫我拍照 幫我拍照 快點… 可以耶 這是燈都按的 沒關係 我是亮的就好 可以 很漂亮耶 好看耶 OK喔 這邊為什麼隨便拍得好看 燈 燈光漂亮 好看 燈光好看 這個要小心喔 不急喔 要看前面 不然會頭會打… 打到 欸 欸 這個要從側面看啦 這邊 它這個是龍的頭 然後後面圓圓是它身體 像這樣子 然後風吹的時候 很像它身體在游 厲害 你有意思 對 剛剛拍錯方向了 我們一直拍龍的菊花 其實那個是什麼 好漂亮耶 那種不是一個很古代的一個 西門的地標啊 紅樓啊 這個很美耶 對 好漂亮喔 你看這邊很像走進一個時光走 對 他們這邊有寫1940年 對 然後2000年 對 1930年 還寫台北的歷史這樣 真的耶 哇 漂亮耶 哇 好喜歡這個 真的耶 喔 拍起來好屌 1960年 好好看喔 超好看耶 欸 這個就是火車站前面的那個橋 猜掉了 這個時候你出生了嗎 1930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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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了現在幾歲啊 哇 好有Feel喔 這個我很喜歡 對 我也喜歡 很漂亮 也有一點西美町的 現在的 對啦 萬年商業大樓 1970年代 這個最具代表性了 1970出生了嗎 1970 還沒 你也還沒 你還沒 好不好 對… 我哥都還沒了 好啦 那我們剛剛逛了 北門展區 北門展區 中華路展區 然後西門展區 對 都很漂亮 超級漂亮 而且呢 很多地方可以拍美照 拍照 各式各樣的方式都可以拍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 到3月3號之前 來到西門這邊 逛逛台北三節喔 好的 今天推什麼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